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斯普拉肉汁給你飽滿多汁的小知識 就在剛剛斯普拉頓官方突發團隊打工競賽將於下週末舉行 時間是4月15號週六早八到17日週一早八,為期兩天 基本上跟祭典的時間是一模一樣,這讓我有一點驚訝 我原本還以為會是很長的時間,但沒有想到竟然只有短短的兩天 我們這裡再次提及一下團隊打工競賽是什麼吧 就是經由朋友或是建立頻道的方式一起進行打工 到時候在畫面上會出現金色的按鈕,記得不要選錯了 這個團隊打工競賽跟一般打工不一樣 一般是只有3個WAVE的,團隊打工是要進行5個WAVE的 聽起來好像很可怕,平常3個WAVE就要命了5個還得了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不知道大家看到消息有沒有發現港刃的文字是這樣寫的 以固定劇本爭奪金龜魚卵交付數量的最高分吧 這是什麼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前陣子的網路上看到 有人在3WAVE內拿到好幾百顆金蛋 然而這個就是使用同一個劇本去打工的 同一個劇本的意思是指每一個WAVE出櫃的種類、數量、位置都是固定的 換言之,今天只要在開始的時候 先由各個隊友一起協助記下所有WAVE場次的怪的位置 然後再反覆進行進攻的分配 這次的打工競賽,實質上其實就是亂獲的一種 亂獲在日本玩家間的意思就是在打工的時候想辦法獲得最高金蛋數 那麼這次的團隊打工也是一樣的 具體該怎麼做比較好呢? 我個人覺得可以在大致了解5個WAVE的王之後 將鐵球、墊尖、塔這3個最討厭的東西 記住時間點跟位置,後安排人手去解決 其他王全部拉回收集欄周邊逐一清除 這樣的方式極可以安全快速收集金蛋 如此一來,團隊打工只有兩天也很能理解了 接下來再來跟大家說說,勞任提出的社群獎勵規則 第一點,在一次打工中金蛋數最高的第一、第二、第三名將會有表揚 我猜這應該是像以前聯盟一樣會有照片的 不過大家應該會想說,照我前面的說法一定會有金蛋數相同的隊伍吧? 沒錯,所以還有一些小規則 而一之一,如果金蛋數相同的話 則以紅蛋數較高為較高的名次 那一之二,如果紅蛋數也一樣的話呢? 那就以最快取得名次時間的隊伍為較高排名 有沒有發現,重點在於時間 因為固定劇本很快就會被破解 所以當你今天知道所有劇本走向時 王術、金蛋數、紅蛋數都將會被算得清清楚楚 相對來說,基本上會變成是 誰先敵全滅誰的名次就會是第一名 當然啦,這樣也要有時間跟人手做紀錄 還要搶快打完 不過因為還不知道是否會有危險度增減 還是說都一樣呢?這個官方就沒有特別說明了 第二點恰到好處 中間獎 剛好在金字塔中間的隊伍也會獲得這次的表揚 然而這也是在二代聯盟就有的機制 而金字塔的獎勵其中也有包含 上位5%的金色貼紙 上位20%的銀色貼紙 上位50%的銅色貼紙 以及參加獎貼紙 順帶一提,這次的地點是新捲寶 武器是斯普拉射擊槍、斯普拉滾頭、斯普拉蓄力狙擊槍 以及火熱爆破槍 老實說這些幾把武器的組合實在是太香了 清怪送蛋都不會是問題了 所以重點來了,今天聽完肉肉分析給你聽之後 你絕對是賺到了 接下來要做什麼 趕快去找默契好的隊友 週末兩天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活動了 一起跟你的朋友拼起來固定劇情 表示有機會可以衝 讓機動性高、經驗好的人負責清怪 分配較不擅長打王的隊友 火速送蛋 我極度相信看完影片的你們會有很好的成績 我很期待大家回報給我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的團隊打工競賽速報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